大家好,我是格子 我们都知道手机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的重要 可以说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手机 但是手机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卡顿 还有内存不足的情况 那为了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 我们就不得不删除一些常用的软件或者一些照片视频 结果删完之后没过两天系统又提示你了 空间又不足了又得删了 所以手机内存不足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的朋友 那格子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两个小妙招 立马可以清除手机一半垃圾 即使你是64G内存的手机也可以再用两年 第一请大家点开微信 点右下角的我的 找到设置点开 再找到通用点开 在通用里找到微信存储空间点开 然后大家找到缓存清理 再找到聊天记录 把没用的照片视频文件全删掉 这样就能被手机节省出来几个G的内存 第二在英雄市场下一个一颗相册 然后微信或者手机号登录都可以 登录上来之后输入大写的AAA686 免费领取这么一个无限空间的权限 然后你就可以把手机相册当中所有的视频跟照片 都一键备份过来 然后再清空你手机的相册 这样一下就可以节省出来三四十个G的空间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无限空间免费领取的权限 是有实现的 就到10月26号就几天了 所以觉得手机内存不够用 想获得这个无限云空间的朋友 赶紧拿起手机领取这个权限 好那朋友们同时使用完这两个技巧 至少可以为手机节省出来三四十个G的空间 所以即使64G的手机也还能再用两年